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点,我现在呢在青海的格尔木 昨天我发了个视频,我说在无人区里面遇到了三只流浪狗 完了呢,我又收养了一只,救助了一只吧 也不能说收养,我把它放到一个稍微安全一点的一个地儿 这是昨天在无人区里边救助的一只小的 当时见它的时候,它已经浑身发抖,那个天气太冷了 其实我自己也是养狗的呀 我之前在拉萨的时候也养了一只拉巴拉多犬 吉普,它现在在家呢 为什么接下来的旅行没有带吉普呢 也是因为,其实我现在是在甘肃这边带这个无人区领队啊 所以呢,没有办法带狗 昨天发了那个视频之后,有好多朋友说 这个,你为什么救了这一只狗,那两只狗在那儿 可能也会生存不下去 其实,我也考虑这件事情了 那天气确实很恶劣啊 我当时在那儿也没有见到那两个狗 包括这只狗的母狗啊 它的妈妈我也没有见到 所以昨天晚上我想了想啊,不行的话 我再回去一趟看能不能找到那两只狗了 也把它给带出来,带出无人区 带到城市里边或者人多的地方 生存起来比较好生存一点 这只小黑从昨天到现在 一直都是没精神 也不知道是不是太冷了 还是咋回事 身上不停在抖 抖动的厉害 我今天要去找那两只狗 估计光行程去200公里 回来200公里 估计今天晚上还要赶赶路 因为我要赶去敦煌的 你看这狗老是抖 来吧,喝嘛 昨天的时候还喝 今天咋不喝呢 不喝了 这只小黑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啊 然后还有呢 也不知道能不能回去再找到那两只狗 所以只能看缘分吧 如果能找到找到 找不到就算了 只能说 尽自己的努力了 光走国道的话得220公里 再进那个烂路 里边往里边进的话 得个60公里左右 今天一天 今天的雪好像比昨天的雪更大了呀 只要一进入高海拔的地方就开始下雪 这段时间其实西藏青海 这些高原的地方经常下雪的 刚刚我还在格尔木 还是万里晴空 你看只要到109 只要上了海拔 就开始满天都是大雪了 我要赶紧走啊 赶紧赶紧到那个地儿 万一昨天晚上又是大雪的话 估计再找他俩就不好找了 出发出发 好像就是从这儿开始要往下下了 就穿到这里边的 因为昨天 昨天我看这个轨迹 就是这个线 应该就是这 我到了呀 我昨天就是在这个位置 见到的那两只小狗 那今天找不到了 昨天就是在这个位置 我我昨天是在这个位置 车停到这儿了 然后小狗在这边跑的 今天你看脚印什么都没了 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了 我把车停在这儿吧 我把车停在这儿 我走着进去看一看 因为里边的路况我也不知道 万一现车了的话比较麻烦了 看缘分吧 如果能找到找到 找不到的话 那也没有办法了 我回这车的半径转了半圈了 没看见踪影啊 不行我还得开车呀 这不行啊 这走的太累了 我去这高原 不行不行我得回去 这太冷了 风也太大了 还是高原 我得开这个车找 我不能不能走着找 太冷了 太冷了 我的脚都冻僵了 太冷了 空调打开 我开着车往那个方向 再转一转吧 这里边开 这是没有路的 这哪有 这哪能看清啊 两只很小的小狗 完了呢 如果它要是趴在那儿 不动的话 我就看不到 它动起来的话 我差不多应该能看到 哈哈 我好像看着了 那边两个小的是不是 走快过去 是是是是 看着了 他俩看着我 是是是 是他俩 是他俩 还在这儿逛的 找着了 朋友们 我找着了 他咬我呀 我找着了 就是他俩 你看他老想 咬我那种感觉 我昨天碰见的就是他俩 还有那只黑的 还有那只小黑 你俩怎么在这儿生存呢 怎么又叫我 又咬我 他俩怎么在这儿生存呢 别咬我 别咬我 不能咬不能咬 我把他俩带走 也带到相对 尽量安全一点的地方 完了呢 我也要尽快走 我要十号之前 要赶到敦煌的 不然的话 我很麻烦了 不知道这狗能不能让抱 来来来 让不让抱 让抱 让抱 让抱就好 来来 上来 我害怕他咬我 还有这只 别咬啊 去去去去 去去去 三只 三只狗救了啊 三只狗救了 你往里边去点 你往里边去点 这两只小黄 他还是在 在这个路旁边 我以为他往那里边去了 或者是往那里边去了 所以我开着车往里边溜了一圈 掉过来头才发现他还是在路边附近转的 这三只狗团聚了 团聚了 那只小子在下边呢 从今天上午的10点 现在到晚上的8点 我今天开了整整一天的车 又来来回回 大概有个500多公里左右吧 我终于把这个两个家伙给接过来了 那只小黑狗 小黑狗 小黑狗在这 小黑狗在这的 见了两个小黄狗 跑了一天 终于到格尔木了 但是到格尔木 我还得继续往前赶路 因为我要在10号之前赶到敦煌的 所以 所以得赶赶路呀 我现在带着这三只流浪狗啊 然后呢 也不是说我自己想收养 其实我现在 以我的状态来说 而我现在干的事来说 我真的没有办法收养 这三只小狗 把他三个接过来呢 是想着 他们在那个 那不算是无人区吧 反正周边也没人 而且那么冷 那么高海拔的地方待着 我不如给他找一个相对来说 生存环境会好那么一点的地方 包括这个小黑狗 还有点受伤 给这三个小生命一点生机吧 哪怕就是现在把它放到这儿 知道不 放在这儿 也比放在那个无人区里边墙 那里边的生存的几率太低了 在这儿还能有生存的几率能活下去 从无人区里救出来的狗 这两只小黄狗老是咬那个黑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 可能是他在里边太饿了吧 他可猛了 对着我老是嗡嗡嗡叫 摸一摸可以咬不咬啊 摸这个 不咬就行 不咬就行 这只小黑狗在这边呢 他老害怕那两个黄狗 小黑在这儿趴着呢 这两个狗老是欺负他 他俩好像兄弟一样 老是咬他 刚刚我在车上的时候已经劝过好几次了 起来起来起来 去那边能拿去那边 不是要当着 不然过来 那边都在那边 那边不过来 那边不过来 那个小黑狗 还不过来 那边不过来 来了